现在我们看的是 这个Compass Limited 也就是对吧 跟自由光一样 一个偏越野 一个偏城市 就豪华一点 那刚刚我看到的大眼睛 我相信这个也有 但是刚刚那个呢 它是没有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我看这里面 其实外面就不用多说了 也是升级了Beats 这个和Renegade一个道理 Beats的音响 蓝牙各方面的东西 演员配置 基本上差不多 这个Limited的定位 价格还比Turl Hawk高一点 用了很多Chrome 皮椅 有加热椅吗 我看看我比较关心的一个 九速变速 也就是说呢 看来确认了 原来一直说 北美产的话 出的Compass 可能会是六速变速 五速变速这样 六速变速吧 跟原来的Compass一样 看来九速变速给了 那引擎的话 应该是2.4的Multi Air 这个Tiger Shock引擎 这个应该都已经用的比较成熟了 和Trail Hawk的 和Renegade的对吧 可以选到最好的引擎 就这个 我去看看Trail Hawk 引擎选项 也是2.4的Tiger Shock Multi Air 好的 九速变速四驱OK的 哇小车还是蛮漂亮的嘛 然后大家来看一看 蓝色的Compass 如果不是红黑控呢 蓝黑控怎么样 Trail Hawk 这个 这台应该是不错的 这个价位的话 非常好的选择 可能 真是 应该可能很快 唐大叔就拿到了吧 到处试一试